大家好我是Hungbong 江扁人公司第一社在3月30號的下午 已經有釋出了 烹蘭心動王國相關的愚人節活動的預告影片了 那緊接著在韓國的never商城那邊 他也有新出了一個短期的活動 那我這邊的話已經直接翻譯成中文 就是針對文字的部分 那圖片的話這邊是說圍棋是一個禮拜 那走的話是我們韓國近期流行的像素復古風 重點的話其實是你在韓國的商城那邊只要消費 那就有機會是可以獲得我們的筆記本 因為他這個數量是有限的 上面這邊是你只要在韓國的官方商城有消費 就可以獲得筆記本二選一 針對在上面的部分 接著下面這邊的話是購買了相關的馬克杯 就會送我們藥草的便利貼 相關的東西都是數量有限的 要特別注意 接著往下這邊的話還有一個是差不多是6折的折扣活動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86折 那我們這邊已經有翻譯了 就一樣快速看一下 活動第一個 購買的話是可以獲得薑餅人的筆記本 最上面這邊相關的筆記本是二選一的 那他筆記本的話是只有前200個玩家 其實數量真的沒有到特別多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那個藥草相關的馬克杯 那只有100個玩家 接著 活動二是愚人節的活動 那就有41個玩家是可以獲得了 將近6折的折扣券 然後接著有100個玩家是可以獲得86折 目前已經有跟低色小精靈確認過了 那相關的活動 僅只在韓國的商城有 就是舉辦 所以這一點其實算是蠻可惜的 但是他相關的一些詳細的訊息 一樣會貼在Cookie Run Store的IG上面 所以我一樣會把相關的連結 一樣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那如果可能是有需要海外代購的 或者是已經你本來就住在韓國的玩家 這個東西你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看有沒有認識的人可以稍微搶到一下 真的我相信還是有很多玩家 是會喜歡收集薑餅人周邊的 不過這幾次的活動其實真的數量是有限的 尤其是像前陣子Cookie Run Store 在海外的部分已經有跑去亞馬遜商城 算是比較小小的可惜啦 所以這個活動的話可能會辦得比較小一點點 就跟各位玩家來說一下 好啦那以上的水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期待3月30號整個改版 大家是會喜歡滿意的 不然這幾個改版割韭菜的味道有點重喔 我是PONBON 下部影片見 掰掰